圣经分为几部分呢? 圣经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很多书的汇编,共73部 圣经的每一部分都分为章、节 所以,你若想引用圣经的话 你会先说出书的名字 一般用缩略式,然后是章,再就是节 听起来挺有逻辑,的确如此 因为由于众多不同的语言、翻译和版本 仅靠页角的第79页,你永远找不到同样的内容 但是如果有人说,创世纪45章第4节 每一个人读到的都是相同的段落了 圣经的73部书被分为旧约46部 和新约27部 旧约大约概括了从梅色到耶稣的1300年 讲述了以色列各支派命运的变迁 只有圣经中称为创世纪的第一部书 让我们从神学的角度 瞥见梅色之前的时代 它记述了世界的开端及圣主们的故事 旧约又可分为四部分 首先,梅色武书 犹太人称这武书为托拉 被视为犹太教最重要的经典 其次,历史书 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几个世纪以来 造就以色列民族命运的很多世纪和人物 比如说达卫和萨罗曼一样伟大的君王 以及其他不太伟大的人物 旧约的第三部分是智慧书 有七卷,最重要 也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 就是圣勇 圣勇是祈祷、赞歌和尸体文章 即使在创作后的三千年里 依然在教堂和圣堂中 被人们永赞歌唱 先知书构成旧约的第四部分 也就是最后一部分 有四个大仙知和十二个小仙知 但这里并不是指他们的体型 也不是指他们讯息的重要性 大小所体现的 仅仅是他们所留下来的书卷的长度 仙知们不论大小 就像天主的喇叭 他们宣布天主的话 他们提醒、警告、抚慰 并给予希望 希望什么呢? 希望新的门约即新约 时期圆满时 正如所记载的 历经漫长而乏味的准备之后 天主派遣了他的圣子 诞生在白冷城 在耶路撒冷 被钉在十字架上 借着耶稣 天主与人建立了新的门约 这就是新约书卷的内容 像旧约一样 新约也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四部福音 对耶稣生平的四个记录 他的教导 他的所为 及他怎样救赎了人类 接下来便是《中途大师录》 记述了初期教会的历史 及保禄中途的传教历程 《圣保禄》也占据了 新约第三部分的主要位置 《中途书信》 大部分都是他写的 我们一共有21封《中途书信》 中途们把这些书信 送到初期的基督徒团体 以坚强、安慰和纠正他们 以更详尽地阐述对基督的信仰 最后,作为新约的第四部分 是《圣若望》所写的《默示录》 是对教会以前、现在 及其未来的透视 是在《圣若望》被发放到 希腊的帕特摩导师撰写的 《圣若望》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中途 基督徒的《圣经》 也以他的著作而告终结 这便是《圣经》中不同的部分 你如果能记住这些书卷的次序 要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就快得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